你上网看了没有啊 你跟程佳阳出大事了 你俩被人肉了 什么人肉 没上网 你赶紧去看看吧 现在微博热搜榜 高翻院绯闻排第一 就你跟那个程佳阳的 资料照片 还有就是上次 咱去公安局那照片 全被爆出来了 你是不得做什么人了呀 没有啊 我真的不知道了 就我刚才许多知 在那店里小麦都在议论这事呢 你说你俩前段时间 还被誉为翻译界的金童玉女 这点可倒好 转眼之间变成狗男女了 你别跟我说 这些乱七八糟的了 你赶紧上头看看就知道了 我跟你说啊 在这个时候 你可千万什么都不能说 越说越错 这叫做危机公关 就跟我们那明星是一样的 要不再给你整一周一见 你就完蛋了你 你别跟我说 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我也不想知道 我有我自己做人的底线 而且我自己清者自清 我没做过的东西 我也不想解释 我已经够烦的了 你还烦什么呀 自从上次翻译失误以后 佳阳一直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面 也不接电话 我还想着怎么劝他呢 我真服了你们这些翻译了 你说网上出那么大的事 你没事 这翻译就出了那么一点点小唱 在你们自己都过不去了 行了行了不跟你说 我已经到他门口了 回头再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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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别看网上街乱七八糟的人说的 这帮都是人渣 我知道 我都不理这些东西 你干吗还理他们呢 你跟他们吵什么呀 我一个人的失误 为什么要牵扯上你 为什么还扯上我们谈恋爱 我们谈恋爱招他们惹他们了 我们谈恋爱郑大光明怎么了 为什么还借着我们谈恋爱来骂你呢 别理他们也好了 我受不了他们这么说你 他们是谁我都不认识 所以他们说什么重要吗 不重要 我是担心你 你怎么办 你最近怎么这么容易生气 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了 行了 我没事 我睡觉 通宵跟他们对峙 你这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那我眼看着他冤枉我们吗 我跟他们讲道理还不行吗 讲道理可以 但是别跟他们吵架 也别跟他们约着打架行吗 这帮人渣别让我们碰见他们 非教训他们不可 喂 田主任 我问你 你能联系上佳阳吗 我打他电话他不接 他现在就在我旁边 他在你边上 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在网上和那些网友争论 都惊动了 领导了 他的那个微博账号 是经过高翻院认证的 这不仅代表他 也代表了高翻院的形象 这么着 你让他接电话 田主 主任 马上从网上下来 也不许有任何回音 你要知道你的身份 你微博上的每一个字 每句话都代表的是高翻院 我不代表不行了吗 这是我一个人的失误 凭什么扯上乔飞呢 别人骂我女朋友 我必须得反抗 喂 主任 对不起 对不起 您 您别生气 他现在气头上 您别跟他计较 他这个牛脾气一上来 就得吃亏 法翻出内部的事情 怎么会闹到网上 穿得飞飞扬扬的 本来嘛 这件事情 我们内部可以组织的 现在啊 院里要开会了 他这么一冲动 跟那些莫名其妙的 不三不四的网友争执 这不是有道理 也说不清了吗 他怎么这么不懂啊 主任 您 您先别着急 我一定会劝他的 还有主任 这次的失误 我希望您跟领导反映一下 完全是因为我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 没有翻译上来 嘉阳顶替我 所以才会出现了 那样不应该犯的失误 如果是他自己的部分 一点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 这次 你 你干什么 天主任 对不起 我手机快没电了 我在院里跟你说吧 你那么大脾气哪儿来的 你做给谁看呀 我在跟田主任打电话呢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为什么把贼人 推到自己身上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翻一点失误 就推到女朋友身上吗 我是在就事论事 这次错误的原因 就在于我 我再跟你说一遍 是我的问题 翻译失误上没有原因 只有结果知道吗 我是在关心你啊 你关心我你就相信我 让我来处理 和面对这个问题好吗 我怎么相信你能处理好啊 你每天只知道 跟网友吵架 你这样怎么能处理呢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冷静一点啊 怎么成熟 骂的是你 我怎么冷静 好 你不冷静你就这样 那你也别怪我 不让你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你让谁来处理啊 高嘉明冷静 高嘉明成熟 不是让他来处理吗 你在说什么呢你 我在说什么你知道 原来我不想跟你吵架 你赶紧回去吧 早点休息 那我给你买了 你自己热一下吃吧 等等 即便你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也不会把责任推协给你 翻译是个合作的艺术 谁都会犯错 犯了错就得自己承担 不能责怪队友 这是原则 我必须遵守这个原则 你遵守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等我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有事跟你说 怎么了 听说院里对你的处分 已经定下来了 今天一早开的会 罚就罚呗 我问田主任了 他说会找我们一起聚谈 为什么呀 你要连你一起处分吗 我找你 你别 我就怕你情绪化 所以你先冷静点听我说 田主任是在帮我们 他已经尽量去说服院里了 但是院里这次 对于社会的压力很大 他们有什么压力啊 我犯了错误 我担着不就完了吗 你 他把我开除了 我都不会多说一句话 但是他们不能连累别人 特别是你 你别这样 你别管了 跟我走 佳阳 虽然处分是免不了的 但是你们要理解 院里领导对你们是很爱护的 当然 这次社会影响比较大 院里也增加了不少的压力 可是曾嘉阳啊 说来说去 你翻译上出了错 是不对 但事后还是可以弥补的嘛 但是你和人打架 又进了公安局 那就太不应该了 我反而认为 我在翻译上出错了 你们惩罚我 我没话说 打架是我的私生活 和工作没有关系 你们这些八零后啊 血系方刚 不知道轻重 这回又是为了乔飞 你就演艺术英雄救美 跟人大打出手 这不正好 被人利用大作文章 你懂不懂啊 别人欺负我的女朋友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管吗 我站在旁边看着吗 保护女朋友没错 但得注意策略 动不动用拳头说话 这样不是把自己 跟那些地痞流氓混为一谈了 我是个普通青年 对 你是个普通青年 但你要记住 你是高翻院的高级翻译 你代表的是高翻院 我 现在啊 不是谈这个事情的原因和动机 是谈你处理问题的态度和后果 陈嘉阳啊 陈嘉阳 你智商高 情商也高 可我就乱门 为什么偏偏在这件事情上 失去了你原有的冷静和理智 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要不然 我三番五次地跟领导商量你的事情干什么 主任 主任 您别生气 我们都知道您是为了我们好 嘉阳他就这性格他性子值 他心里面是感激您的主任 敬给我添乱 现在啊 经过我和岳领导在善的争取 对你的处分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你陈嘉阳 平行留职 先休息一个阶段 我觉得第二种方案比较理想 就是把你们两个人当中调一个剧院里 做对外汉语 等这段舆论过去了再说吧 我接受不了 嘉阳 我一个人犯错 惩罚我就行了 为什么要牵连上乔飞呢 我们俩为什么不能一起待在高藩院呢 外界真的质疑你和乔飞的关系啊 风口浪尖上 把你们调给一个 那是医院领导对你们的保护 我认为这种保护是对我们俩的歧视 外面在流言 你们去查清楚啊 别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吗 你认为医院领导会听见油言啊 你们不轻信 为什么要惩罚我和乔飞呢 还有 高藩院什么时候亏定 同事之间不能谈恋爱的 你们是上下级 上下级怎么了 乔飞到今天这步是靠我吗 他不是靠他的能力吗 当时他做主犯也是您拍板的呀 难道是因为给我面子吗 我有这么大面子吗 你放肆 你这样咄咄逼人 自以为聪明很有理是吗 陈佳洋 你吃亏就吃亏在这个凹字上面 我说一句你点一句 我是帮你还是害你啊 连我的话你也嗓 主任 我知道您是对我好 但是 院里做的这个决定 我就是接受不了 你们可以处罚我 怎么处罚都行 但是不能牵连乔飞 那这样吧 我接受停薪留职 你可得想清楚了 什么时候复工 可是没定了 没关系 无期限都可以 你这样吧你 你现在按我说的说 回去啊 好好地反思一下 把你打架进公安局的事 做一份深刻的检讨 对不起 不可能 我不会写检讨 江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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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没事 我没事 你好好上班 好上班 好上班 陈佳洋 请问 您别生气 主任 您别生气 劝劝他 好好地劝劝他 这小子啊 嗜财恶物太狂妄了 这样下去 他要自毁前途的 我 我知道了 您放心 雨雷 恭喜你打手 你怎么打的那些歌啊 你早该当了 就是 这下人才辈出了 佳洋 你没事吧 没事 李磊 加油 你没事 我没事 你没事 我没事 你没事